歡迎來到進轉全球 我是黃盛凱 美國財政部長葉倫 訪問中國的行程已經結束了 但是中國內部還在余波蕩漾 葉倫最近曝光了 跟當地多名女性經濟學家 一起吃午餐的照片 讓這群中國學者遭到中國的小粉紅圍攻 就罵他們是漢奸反賊 這邊也凸顯了化解美中對立真的很難 參加這場午餐會的有經濟學人集團 大中華區的總裁劉倩 還有作家郝錦芳等人 整個範圍的話題其實都蠻正常的 就圍繞在整個中國的經濟 還有如何提高女性擔任主管職的公平機會 沒有想到這麼促進交流 跟增進了解這麼簡單的美意 卻被粗暴的民粹一桿子打翻了 美國的財政部長葉倫此趟的最主要目的 就是希望避免美中的兩輛列車 慢速失控到正面對撞 他要跟中國清楚表達 美國並不打算要大規模的經濟脫鉤 這樣的一個立場 那儘管兩國的鴿派 現在極力要收好關係 企圖避免衝突 但是美國的權威財經媒體 《華爾街日報》就分析 兩國脫鉤的趨勢已經是不可逆的 很難逆轉 可能還會因為美國的經濟太好 中國的經濟太爛 愈演愈烈 我們看到美國的經濟面對高利率 持續展現任性 反觀中國的經濟 在習近平的領導下 解封了超過半年 還是不見其色 加上中國一連串對外國企業 不友善的政策 這些都會讓美國企業 就算政府不想脫鉤 但是他們也會自主脫鉤中國 因為他們怕風險太高 所以他們要降低對中國的依賴 這也會讓美中的關係 越來越疏遠 在這樣一個經濟跟外交關係 惡化的情況之下 就會擴大美中兩國內部 鷹派的影響力 加上脫鉤反過來會影響到 經濟的成長 這也會讓國內的民粹主義 政治越演越烈 使得發生衝突的風險 就更高了 而這樣一個惡性循環的狀況之下 美中兩國他們的企業脫鉤的決心 也會越來越強 我們從美國最近幾年的進口來看 其實美國對中國的依賴 已經出現明顯的下滑 在今年五月 從中國進口的商品 佔所有美國進口的比重 只剩下百分之十三點六 如果拿來跟二零五年的數字比起來 已經下滑超過百分之十 反觀美國對臺灣還有越南的依賴 則呈現上升的趨勢 今年五月 從這兩個國家進口的商品 佔比大概在百分之六點三 比二零一五年上升了一倍之多 財經傳媒董事長謝金河最近就說了 台積電到熊本設廠 就好像打通了日本半導體業的任督二賣 日本很有可能會成為全球半導體擂台 一股最新的勢力 我們看到美中的供應鏈脫鉤 就推了日本的半導體一把 台積電在熊本的日本一廠 預計明年底才會完工投產 這時候日本媒體已經先曝光 台積電還在評估中的日本二廠的計畫 他們說台積電在明年四月就會在熊本 動工興建第二座的工廠 投資規模至少跟一廠是相同的 預計都會超過一兆日元 同時也估計在二零二六年就會投產 不過台積電的日本廠 他規劃生產的最高階晶片是十二奈米的晶片 當然日本官方是不滿足 所以現在他們要竭力爭取台積電 可以導入先進的製程設備 可以在日本生產最先進的七奈米以下的晶片 同時我們也看到台積電 聯電 麗金電 這麼多的台廠 都接著要到日本投資設廠 那未來兩國的半導體供應鏈 一定會更加的密不可分 我們看到日本花了這麼大的心力 試圖要成為全球尖端的半導體聚落 在六月才由日本冠名基金 JIC出面收購光阻計的龍頭JSR 而去年官方召集了八大企業 合資成立的日本半導體國家隊 Lapidus 正在跟美國的科技大廠IBM 還有歐洲的比利時微電子研究中心 他們在合作研發二奈米的製程 目標定在二零二七年 就要實現量產 等於說他們要用不到五年的時間 就想要追上台積電的腳步 要躋身全球最先進的半導體廠之一 讓人覺得比較有趣的是 三十多年前日本的半導體業 其實曾經獨步全球 不過當時因為跟美國簽下了 半導體協議而開始沒落 如今隔了三十年 美國跟日本卻要聯手重建 半導體供應鏈 這也顯示在整個晶片四方聯盟當中 比起南韓或是臺灣 日本還是最受美國信任 好 不只是日本 其實印度對於整個半導體的發展 現在也充滿了野心 雖然鴻海在昨天他已經確定要退出 跟印度企業維丹塔集團 合資興建晶圓廠的計畫 但是印度的科技部長強德拉歇克表示 這不會影響到印度想要發展晶片製造的企圖星 維丹塔也表示他會繼續推動建廠計畫 而目前已經取得四十奈米的技術授權 很快就會再拿下二十八奈米的授權 那伴隨著整個美中的競爭白熱化 其實全球的秩序在今年開始進入一個重組 甚至是比較混亂的時期 我們看到在今年很多的國際場合非常的熱鬧 各國的領袖都在穿梭奔走 忙著要劃分陣營 要鞏固結盟的勢力 其中亞洲的老牌民主國家日本 還有代表著全球南方集團 新興勢力的印度 他們顯得更加活躍 同時他們也被視為是民主世界 在整個印太區內 制衡中國的兩大區域支點 印度總理莫迪六月高規格訪美 而獨佔美國國會 發表演說 受到白宮熱情而盛大的款待 儘管莫迪一轉頭 就主辦了上河組織線上峰會 與習近平 普丁友好交流 華府人將美因關係 視為美國本世紀最重要的夥伴關係之一 若說印度是美國急於拉攏的新朋友 日本就是美國在亞洲的老牌盟友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五月登上時代雜誌封面 比往年更盛大的G7領袖峰會 同時在廣島召開 彷彿成了岸田先前奔走五大洲 推動自由開放印太的外交成果展 日本長久秉持的和平主義 也從被動走向主動 隨著民主陣營統一口徑要去風險 供應鏈與產業鏈加速去中國化 印太地區成了重塑全球經濟秩序的關鍵區域 一東一西包夾中國的日本和印度 也被寄予厚望 成為抗衡中國擴張的兩大支點 重塑經濟秩序的第一步在於供應鏈安全 岸田趁G7峰會 聚齊台韓美歐的重量級半導體業者 抓住世界局勢變化的機遇 要重振日本半導體聚落 除了台積電的雄本廠 建設工程如火如荼進行 三星 美光 英特爾也紛紛表態 將擴大投資日本 蘋果直營店四月首度登陸印度 一口氣就開了兩家 執行長庫克還親自飛到印度 對印度市場的重視不言可喻 印度政府近年不斷加碼投資獎勵 努力吸引外商進駐 擴大本土科技製造供應鏈 而美中緊張家具更為印度製造 推波助瀾 印度股市近來頻頻改寫新高 市值已超越英法 越居全球第四大 而且今年印度經濟預測將成長 至少百分之六 高居世界第一 許多經濟學家看好印度未來十年 將取代中國 成為全球經濟的火車頭 日本股市今年來也履創三十多年新高 在股神巴菲特的光環加持下 吸引外資蜂擁而至 而且當全世界飽受高通膨折磨 日本卻在為擺脫通貨緊縮而歡呼 今年第一季經濟成長遠遠超乎預期 物價持續上揚 企業開始加薪 點燃了經濟走出長期失落的希望 美中競爭越演越烈 國際秩序面臨美蘇冷戰以來最大挑戰 但過去長期聚焦於中國的企業投資 與供應鏈重心開始分散 在地緣政治風險之中提供了機會 不僅僅限於日本或印度 在二十一世紀已過去的前五分之一時間裡 中國崛起不疑是最重要的劇情 但在這個世紀剩下的時間裡 中國可能就要讓出五臺中心 好 我們再來看到現在在五臺中心的 美國他到底打通膨打完了嗎 明天晚上出爐的六月最新數字會告訴你 恐怕是還沒有 預估核心的通膨率 還是會居高不下 也會進一步的強化 聯準會繼續升息的預期 我們看到在能源價格的下跌的帶動之下 其實美國整體的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也就是黃色這一條線 他的年增率到目前為止 已經是連續十一個月的下滑 那六月的最近數據預料會回落到百分之三左右 這個百分之三是兩年多來的最低數字 不過如果我們同時來看到 聯準會最關注的核心CPI 也就是藍色的這條線的話 他是把能源或是生鮮食品 這些比較容易浮動的價格先把它剔除掉 這條線你可以看到跟黃線比起來 它的浮動比率是比較低的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變化 並沒有明顯的下滑 那預估在最新的六月的數字 還是會維持在百分之五點一左右 這個數字呢 比起聯準會兩趴的目標 還是遠遠高出了一倍以上 除了聯準會之外 我們要來看到在今年有可能會緊縮貨幣的 其實還有不少的已開發國家央行 那另外有一些信息市場 因為它的通膨降溫比較明顯 加上它的經濟狀態可能有疲態 下半年不排除 可能會有降息的可能性 我們先來看到生息的部分 也就是藍色這些地方 有可能生息的國家 像是有美國 加拿大 還有經濟體歐元區 以及英國還有澳洲等等 其中加拿大預計在明天 就會決意再生息一碼 它的利率會來到百分之五 不過也有少數國家接下來的利率 可能會維持不變 像是粉紅色的南韓 就是其中一個 它預估在禮拜四會宣布 它的利率會維持在百分之三點五 另外日本雖然大家覺得說 它可能會調整它的貨幣寬鬆立場 但是在今年之前 應該都不會出現生息的可能性 那在降息的部分 中國解封半年 但是經濟持續低迷 所以預計到了下半年 它還是會繼續的寬鬆貨幣 不過有鑑於這個人民幣的表現 其實有出現疲弱的這樣一個態勢 所以就算要寬鬆 它的力道可能也不大 此外像是南美洲的巴西 還有印尼這些國家 也有可能會降息稱經濟 接著我們就要看到 這些受到生息降息 最敏感的產業就是科技 我們來看到是臉書母公司Meta 它在上禮拜七月五號 推出了新的社群軟體 叫做FET 帶著跟同公司 人氣產品IG聯動的優勢 推出不到一個禮拜 都沒有展開宣傳 它的用戶量 已經突破了一億人 這個數字已經超越了 AI聊天機器人ChatGBT 現在FET 它是史上成長最快的應用程式 同時根據第三方的數據來看 FET它成功帶動了用戶轉換服務 也就是跳船潮 從推特跳出來的 所以現在看起來 推特的流量出現了 雪崩式下跌的狀況 推特老闆馬斯克 跟Meta警長祖克勃等馬祖大戰 現在先有祖克勃 先下一場 打聲照顧新北市長侯友宜 很跟得上腳步 新社群軟體Threads 推出第一天 馬上就加入 副總統賴清德 也跟總統蔡英文高調互動 人家問高雄有沒有落 賴清德用寫音回應 覺得高雄很Rock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第一篇天文 更開玩笑地說 網軍應該還沒來吧 現在可不一定 因為不到一個禮拜 Threads的全球用戶 飆破一億人 還沒有正式宣傳 就超越ChatGBT 靠的就是把每個月 超過23億活躍用戶的 Instagram 還有新軟體 聯動在一起 Meta執行長 馬克祖克勃推估 每日的活躍用戶 順勢會飆破兩億人 投資銀行Evercore ISI 更預測 每年可以替Meta 帶來80億美元 超過2500億新台幣的收入 特斯拉創辦人 馬斯克買下推特之後 推出許多 不受歡迎的措施 Meta抓準時機 趕緊推出 高度相似的成品 現在突破一億用戶 已經達到推特的四分之一 同時 網站監測公司 Cloud Flare 也貼出一張圖 顯示推特的流量 從年初開始下滑 在Stress推出之後 更是雪崩式下跌 馬斯克跟祖克勃 相約要龍中格鬥 先用產品 較勁一回 這新聞綜合報導 休息一下 繼續進展全球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年度高峰會 在今天登場 土耳其總統愛爾頓 會前的最後一刻改口 他說他要支持瑞典加入北約 但是有一個前提 就是你們要讓土耳其先加入歐盟 另外一方面 北約現在也有意要把勢力擴及到亞洲 他們準備要討論在東京設立聯絡辦公室 明顯就是劍指中國 同時要進一步圍堵俄羅斯 北約會書長史托登伯格 在十號的時候投書Fory Affairs期刊 他對俄羅斯跟中國等獨裁政權 發出了強烈警告 呼籲各國不要為了經濟利益 向這些政權低頭 我們看到史托登伯格在文章中表示 如果烏克蘭被打敗 對整個世界都是悲劇 因為這會向其他的獨裁政權 傳達一個不正確的訊息 尤其中國正在密切關注 這場戰爭 他常調說北約 雖然是區域性的聯盟 但是也準備要應對全球性的挑戰 呼籲各國絕對不能為了經濟利益 犧牲掉安全 儘管沒有直接點名 但是明顯就是在跟中國對話 記者在外頭追問何時要放行瑞典 接著場內這一幕給了答案 土耳其總統愛爾段 在北約秘書長的見證下 跟瑞典總理克里斯特森握了手 承諾將會批准瑞典的北約入盟案 史特森伯格隨即在推特發文 公布這項消息 強調這是歷史性一刻 只不過這恐怕是表面上的和平 實際上卻是一樁政治交易 把加入歐盟列為批准瑞典的前提條件 土耳其三十六年前申請加入歐盟 做了觀察員的冷板凳超過二十年 如今還是不得其門而入 現在把話講得這麼明白 歐盟趕緊出來消消毒 但土耳其總統老早就找好靠山 強拉美國逼得國務院也得出來講清楚 瑞典入盟被土耳其當政治籌碼 公開拉著歐盟美國一起下水 讓打算重整展現團結的北約出現變數 北約秘書長史托騰伯格十號投書 強調北約要跨出區域組織的限制 關注全球議題 本屆峰會更連兩年邀請日韓紐澳等國家參加 對印太區域的關注越來越高 繼續黃盛凱 周嘉玲報導 來看到美國總統拜登 在出席北約峰會之前 在昨天他先到訪英國 會見英國首相蘇納克 還有英國國王查爾斯 這個畫面就要展現 英美堅定不移的同盟關係 雙方也針對附和戰爭 瑞典入盟 還有強化北約東義 以及英美經濟合作等的議題 廣泛的教育意見 英國首相官邸唐寧街 補署大臣 貓咪賴賴瑞 在紅毯上迎接嘉賓到訪 但下一秒 賴瑞被抓回官邸 因為即將造訪唐寧街的大人物 得由英國首相親自接見才行 美國總統拜登上前 和英國首相蘇納克熱情握手 搶在十一號北約峰會登場前戲 拜登先到英國勃感情 加大與英國的結盟關係 凸顯英美友誼堅定不移 感覺像在白宮 我們簽了奧蘭特的決定 第一次的經濟合作 我們今天會討論如何 我們如何強化我們的協助 我們有很多話要說 我們希望我們做得很好 拜登這趟馬不停蹄 不只見了英國首相 接著又到溫莎城堡 會見英國國王查爾斯 這是自英王五月加冕後 兩人首度見面 查爾斯長期關注氣候變遷 也是兩人這次會談的重點之一 不過有民眾似乎不以為意 我看不見為什麼會有什麼不同 坦白說 特別是有王查爾斯和拜登 他們都可以保持 連英國人對拜登的年紀都有疑慮 就在拜登出訪前針對美國軍援 烏克蘭極速彈一事 拜登又不小心失言惹 來美國保守派炮轟 拜登還在媒體專訪中脫口說出 我們的彈藥已經不多 被共和黨痛批洩漏軍機 逼得白宮緊急為拜登澄清 指拜登說的是原污彈藥勝不多 美國自己的彈藥並未耗盡 如今北約峰會在即拜登得先搞清楚 自家庫存到底有多少武器 新新聞 林美傑 王祝瑩報導 俄羅斯總統普丁在遭一叛變之後 跟瓦格納用兵集團的關係 非常微妙 克里姆林公在10號突然爆料 普丁他已經跟瓦格納集團 在第五天6月29號跟普里格金等人 已經見面 而且已經和解 整個會談長達了三個小時 同時跟普里格金敵對的俄羅斯參謀 總長葛拉西莫夫 在整個兵變之後就消失了 但是最近也公開露面 所以現在整個俄羅斯的證據 讓大家真的是物理看華 瓦格納集團上個月二十四號 發動短命兵變後 外界猜測俄羅斯總統普丁 絕對不會放過集團首腦 普里格金 但是克里姆林公發言人 10號卻爆出驚人消息 原來在兵變後 第五天6月29號 普丁就已經和 普里格金等三十五名高層人員 展開長達三個小時的會議 會談結果顯示普丁和普里格金已經達成和解 不過普丁並沒有同意撤換俄羅斯國防部長小伊古 同樣遭到普里格金指控的俄羅斯參謀總長 格拉希莫夫 10號在兵變後首度公開露面 指揮空中作戰 烏克蘭情報部門表示 兵變當時瓦格納集團竟然抵達一座 存有核武的二軍基地 不過美國的核武專家表示 就算瓦格納集團奪取了核武器 也沒有人知道怎麼啟動 另一方面俄羅斯軍方逐漸擺脫冰變的陰霾 10號竟然砲擊位於加波羅勒的一座人道援助中心 不幸造成平民傷亡 水泥磚塊散落一地 原先的建築物成為廢墟 當地州長怒斥 這就是戰爭罪 不過烏克蘭士兵也不是省油的燈 在險惡的前線利用西方提供的先進設備進行反攻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則表示 在歷經一段時間的膠著後 烏軍已經取得主動權 進行為蔡總有一些紅銀報導 喜歡我們的內容 歡迎加入進轉全球臉書粉絲團 按讚分享持續訂閱鎖定 節目最後我們一起到丹麥放風箏 進轉全球感謝收看 我們下回見 我們下回見